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講解這條題目關於Sequence數列的題目 馬上看看題目 題目是想問由150至1500變 8的倍數的總和 B部分是問12的倍數的總和 而C部分是8或者12的倍數總和 那我們怎樣做呢 我首先做回A部分給大家看 A部分 那我們怎樣做呢 首先列出有幾多個是8的倍數 第一個是152 下一個是160 如此去推 去到最後一個8的倍數應該是1496 大家可以按計算機就知道了 而這裡有幾多個數字呢 我們可以透過TN去計算 TN就等於 A加N-1 乘D 而最後一個是1496 所以我們經過運算得出N就等於169 即是代表這裡有169個數字的加起來 我們就問一下 這裡的數字加起來是多少呢 就是會計算169 等於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個數字 加最最後那個數字 再乘回169 除2 這個就是我們的公式了 從而按計算機 這個應該是139 256 那就找到8的倍數的總和 去到B部分 是想找12的倍數的總和 同樣道理 所以你們 我們第一樣東西 列下有min D是12的倍數 例如 156 168 如此來推 去到最後那個是1500 好 用回TN的公式了 A加N-1 乘D 等於1500 經過運算 我們找到N是113 即是代表這裡有113個12的倍數 接著我們計算總和 好了 公式是說 是頭 加尾 乘項數 除2 那大家按回計算機 應該是93564 接著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是C的部分 他想問8或者12的倍數的總和 我們嘗試畫個圈圈圖看看 我們會發現 8和12的倍數的總和 我們應該會有些重複的地方 例如 這裡是8的倍數 這裡是12的倍數 重複了的 應該是他們的LCM的倍數 即是24 那所以首先第一樣東西 我應該計算有多少個24的倍數 包括第一個是168 下一個是192 如此推 最多那個是1488 透過TN等於A加N-1 乘以D D是24 等於1488 運算完 得出N就叫做56 即是代表這裡有56個數字 重複了 那我計算一下 重複了這裡的數字 是多少 就是頭 加尾 乘項數 除2 那經過運算 答案是46368 所以結論 我們最後的答案 8或者12的倍數總和是怎麼計呢 就很簡單了 就是只要把8的倍數的總和 即是昨天算過的139256 再加上12的倍數的總和 93564 減去一次的重複的地方 就是46368 那經過運算 答案就是16452 而藉著這條 是想教大家 計算 或者學習 有重複的時候 怎麼做的 當然也是想和大家 重溫一些公式的運用 希望大家藉著這條 學到昨天說的東西 我們下次會講解其他的題目 我們下次見 拜拜